请大家起立 迎送朝圣主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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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八位陪伴天使 这八位陪伴天使会再把这个光 引向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未来的朝圣者 现在还没有引寿之前 我要跟大家宣布 今天你们目前在座的 曾经走过Gamino请几手 我要请你们尽速的到前面第一排来好吗 已经走过了 已经走过了 这些是我还不能曾认识的伙伴 但是在这次报名之中 我们也知道他曾经走过Gamino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再由八位陪伴天使 会把光交由你们 曾经走过的朝圣者 再由朝圣者一起再传递给未来的朝圣者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仪式呢 就从主教接到这光之后 我会请大家一起来祈祷 仁慈的神圣者 我们感谢Gamino 晚点朝圣之友会的策划以安排 赐给来自不同宗教的参与者 有一次美好共荣的机会 因着Gamino 因着Gamino朝圣之名 我们今天得以分享您的仁慈 请引领第四届朝圣研讨会 顺利进行 并是以每一位参与者 深刻认知朝圣文化的 神圣与美丽 求您赐给各宗教 因着朝圣之名的相聚 并得以展现不同信仰的大爱 以包容和接纳 现在我们恭请主教 尹光 这由Gamino朝圣带回来的光 我们透过这八位陪伴天使 将来在这一年之内 可能在群主我们都会有 互相共融跟交流的机会 所以他们八位陪伴天使 会为着我们每一个未来朝圣者 在Gamino路上的信息的共享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 要做陪伴天使 他们必须有两次朝圣的激励 而且曾经发表过朝圣的文章 才可以受邀为我们的陪伴天使 那我们要请这八位陪伴天使 他们在今天这个仪式中 先是他们陪伴天使的一个角色 我们请他们一起练好吗 我 国国 张天卷里 愿意以朝圣者身份宣誓 绣守Gamino陪伴天使的职责 我请此恪守Gamino读传理念 在未来的认识里 尽心尽力付出分享所能 共同传承Gamino大爱 派遣礼 前主教给他们授以 Gamino路上常见的一件十字架 作为他们今天的相见礼 这八位陪伴天使可能在 今年之后 在今年之前整个 如果你们各位还留在Gamino的 福治团的2019的群主 我们希望透过他们 已经走回来的朝圣的经历 可以很大方的分享 甚至在要启程 前往Gamino的人 在路上你遇到任何的困难 可以透过LINE的现场 他们会在现场上协助 已经在上路的朝圣者 所以他们要扮演的角色 相当的积极 而且是一个很支援的角色 这是在我们 Gamino福治团 在经过三年的洗净之后 我们从今年开始 建立这样的一个模式 一直传承Gamino的大爱 好 那现在八位乔圣者 陪伴天使他手上已经有光了 我们希望透用这个仪式 请他们举起右手的光 要传给下面的已经走过的人 请下面这几位 集起你的右手 集起你的右手 接这个光 好 那我们请这六位 接光的朝圣者 转身 面向我们今天未来的朝圣者 那我们还有一段的祈祷文 共同的祈祷文 我们想请今天的那个 前虎大的医学院的周院长 来带领我们念这一段 大家共同的祈祷文 人词的神圣者 你整齐安排了各世界上 各个宗教的存在 不但让彼此保有朝圣原型文化 并在世界各地 持续扩展一种大爱 你的光 你让所有民族 得以分享朝圣行动 所带来的真善美圣 祈求你赏赐不同宗教朝圣者 因着朝圣实践 成为四人心灵的灯塔 也因为Gamino之名 大方给予不同文化的尊重智慧 并在人间点画每一位朝圣者 都能成为爱与和平的媒介 谢谢 谢谢周院长带领我们今天 我们要简单的仪式把它完成 那我们请各位 给今天在座的八位 以及朝圣者 以及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吗 好 请回座 请回座 我们今天受光礼结束 各位来宾请坐 现在研讨会要正式开始 专题一 因Gamino之名看见他的美丽 有请影言人 星火出版社总编 徐仲秋 谢谢大家 那我有这个荣幸来做影言 我先感谢 因为在座的有这么多位贵宾 大家对于Camino 都怀着非常热切的期待 那行走Camino是成为欧洲文化一种传统 那为什么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呢 因为这是历史当中 一个保留下来的一个文化遗迹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文化遗迹 朝圣古道 这是第一条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保留给大家的 那这条Camino 就是正如这个我们的主题所说 Camino是你的 其实是每一个人的 那每个人都受邀来走这条路 那当我们面对这个 历史上的古道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轻松的态度 像是说我出去一下 那样的电影的那种态度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态度 就是去思考 历史上走过Camino的这些人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用什么方式旅行 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跟我们今天的困难一样吗 这是我对历史感兴趣的 这个一个点 所以我想欢迎这样的心情 就是去与历史当中的 朝圣者相同的这种心情 来开始今天的研讨会 谢谢 专题发表人 陈肯 漫谈Camino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容效应 有请回应人 福人大学李慧林教授 请到台前准备 各位伙伴 大家好 我想很多在email 以及在line 可能我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 可能是今天大家第一次 face to face 那非常欢迎 大家能够在周末愿意 牺牲您的宝贝 假期的时间到这里来 那我们把今年这样的一个主题 呈现给每一个未来的朝圣者 我们有一个使命 也就是希望透过 曾经走过Camino的人 能够在这路上 因为他的贝壳 贝壳所捞起的这个大爱 随着他的背包回到台湾 各位可能不知道 这个贝壳 每一个朝圣者身上一定有这个 如果你到Camino路上 还没有这个的时候 你就不能上路 很重要 这个是Camino路上特别的sign 但是这个sign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刚刚我讲说 你们要把那个 朝圣路的大爱捞回来吗 因为每一个朝圣者 你要注意 他挂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你在出发的时候 你的贝壳是朝外面 所以你在沿途的时候呢 就像一个乞丐一样 一直跟你在祈求你的爱 千年所传圣下来的爱 因为你的这样的举动 因为透过你的贝壳的形式 装进你的背包 装进你的内心 等到达了San Diego之后 这个贝壳是盖着 随着你的背包带回来 永远在你的心中 透过这样的形式 把这个爱带回来在你的邻里 在你的公司 在你的教堂 在你的其他的社团里面 来接在你的家庭之中 所以他这个 有他特别的神邪的意涵 今天我把这个 座位门开场白 让他知道说 百分之路上 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一个箭头 如果这箭头就指着你心中 一直要前进的方向 在早期还没有所谓的 EPS定位的时候 请问他们怎么走 他们怎么在800公里路上 怎么去沿着这样的路线 从毗里牛市山一直到San Diego 因为有这个箭头 所以你只要隔了500公尺 没有看到箭头 你就是迷路了 就告诉你你已经迷路了 所以这一个箭头 几乎每天都要靠它 你没有它 很难走下去 但是从2010年之后 我们电脑的科技不断的出现 乃至在这一两年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 APS定位的时候 可能要慢慢的代替了 那个箭头的角色 但是在传统的意义上 也就是最早期的 传统的朝圣者 包括我现在 我完全也不去使用 GPS 因为我觉得那是 最原始的一个理智 最原始的一个智慧 传给了我们的朝圣者 所以因为你看它 所以你心头会想 那个东西有没有在我的心头 我有一个 葡萄牙的朝圣者 他是一个律师 因为2013年 我在PU所当义工的时候 他跟我分享了很多 因为他当律师是压力很大 所以他把他的工作放着 他就走朝圣路 所以他心中就一直渴望 这一个箭头可以指引他 到另外一个心灵的境界 他在走完了葡萄牙之路之后 回到葡萄牙 回到葡萄牙寫了一封信 他说 Ken 我现在心里上很彷徨 虽然我从朝圣路上 带回来的箭头 但是我发现 我回到现实的社会之后 我的箭头不见了 他心头起了一个忧虑 这个忧虑就是跟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箭头 他有很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在朝圣路上 你是不是很深刻的想念他 因为你深刻想念他 而经历你的心灵世界的时候 他会开启你另外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也就是所谓 千年朝圣路里头 这一条朝圣路 它有另外一个恩典 透过不同的形式点画 每一位朝圣者 而这个点画 包括不同的礼物给了朝圣者 每一个朝圣者 只要你愿意走到Santiago 你一定可以得到一件礼物 这是无形的礼物 而这个礼物就随着黄箭头 进入到你的现实的世界里面 所以为什么每一个走完朝圣路的人 他都一直很渴望再回去 那个callin的声音很重 有很多人在讲说 朝圣都会打电话给你 你相信吗 起先是不相信 昨天我们这个八个陪伴天子 在这边整理的时候 他们想到 肯克力以前跟我讲的 那个朝圣都会打电话给你 我终于相信了 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不是跟你say hello 他会让你的心 重新再回到革命的路上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种宗教的遗憾 虽然你是不是 不是一个有天主教信仰的人 但是在这一条路上 有不同的标志不同的sign 透过不同的形式 进入你的内心 这个不因为你是无神论 或者是有神论 它没有区别 也不因为你的身份 你的职业 乃至于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的国籍都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力量 这个神秘力量也就回到我们 中世纪所讲的一种很神秘的力量 到现在感命的路上还有一条 所谓的光之路 你们有听过吗 感命的实际上叫做一个光之路 它是对应天上的银河 所以我在第四次的时候 我才去发现到 当它对应天上那个银河的时候 你在朝圣路上 它的天上宇宙的那个能量 对应在这一条路上 是一个最强烈的吸收 这个怎么整齐 神学上也没办法解释 神学上也没办法解释 所以神秘主义的人到现在 还很热衷于这一条路 一定有它的原因 所以这一点 我在经过四次的朝圣之后 我也慢慢地在更深地去探索 这个跟神秘学是不是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一旦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宽广的事件 就像这样的银河一样 它是一个很宽广的宇宙 让你遨游 这个就是一个保障 所以才发现到说 Gamino千年的道路 它所印藏的东西 不是你走一次两次 就可以把它定义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 今天未来的朝圣者 在对Gamino路上 我们从不同的朝圣者去分享 也希望开启里面不同的事业 所以 朝圣路跟这个三大朝圣地有关系 中世纪大家都知道 三大朝圣地就从 耶路撒冷 一直到罗马 来自已到现在的Santiago 所以Santiago在哪里 这个地图上一定告诉你 所以中世纪的人 你要走完这个三大朝圣地 几乎是一辈子的愿望 很难很难很难 以那时候中世纪的交通状况 你要走完三大朝圣地 那个恩宠是很死亡 我有一次就在2013年 我走到另外一个庇佛所的时候 一个八十几岁的老阿嬷 她听我的故事 因为那一年我是从耶路撒冷到罗马 这边我停了快一个月 然后到罗马停留大概七八天 最后到了Santiago 也就是说我在两个半夜时间 把三大朝圣地做一个行李 结果那个阿嬷很感动的抱着我 你知道她怎么说吗 她说我的阿公的阿公 就一直在传承的 你们下一代一定要有人 可以在这一生之中 走完三大朝圣地 她就是这样子 组间的交代里头 就是她一直要演这个梦想 但是她认为是不可能 只能是想象三大朝圣地是什么 今天她碰到我了 听到我在讲三大朝圣地的故事 她的眼睛真的是掉下来了 她终于她这一辈子 终于看到有一个人 真正要去完成三大朝圣地 所以她有她的历史的背景 也有她的那个 宗世纪传承下来的一种渴望 而这个渴望是突破了你的宗教框架 而且变成现在的一种 很流行的朝圣文化 因为什么 现在这个参加朝圣地 我们这两段我们就不讲 我们就讲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你都有 有个爬过屁宁牛十山 中世纪的人 从西欧 东欧 南欧 北欧 爬到这个屁宁的时候 牛十山当她选项 也不过当到起点的时候 生命已经弃掉一半了 以那时候的人的寿命 跟交通环境 跟地理环境 你看从北欧的人走过来 走到这边大概要半年 从罗马化国的地方走过来到选项 也要半年 从德国走过来大概三四个月 波兰走过来的更远 但是当他们经过前段的三四个月的波动之后 走到了所谓的屁宁牛十山 生命已经剩下半条了 因为已经烈死了 病死了 甚至被抢劫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世纪朝圣路 这个朝圣者他是用什么东西的态度 他是用他的冒险的生命 而且是 而起来又更深刻的意思 有气无悔 有气无悔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段路太险恶了 所以他们要真的是能够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人 确实是很少很少 所以他们朝圣到这边来的人 他们会带着贝壳 作为他们一生的荣耀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早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朝圣证书 早期能够走到这边就是以前 加利西亚的贝壳作为你是一个 圣地雅各之路的朝圣者的杀 所以这个标志呢 当你走过了你就知道 我告诉我的女儿 等哪天你老爸走的时候 我观察我只要一个件礼物 就是这个 就是我朝圣路带回来的贝壳 其他我什么都不用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有另外一个意涵 我讲过了 但另外一个生死学的意涵里头 它就是 跟你信仰中的神 见面的见面礼 你没有这个sign 你是进不了天国了 因为你在世已经完成朝圣了 所以这一个 有它很深厚的神学的意涵 但是今天我们转换回来 它是变成一个标志 变成一块钱一欧 一个一欧也你就可以买得到了 也就是到最后十六世纪之后 印刷出现之后 才出现的朝圣证书 就是这样子来的 把贝壳变成了朝圣证书 那朝圣证书出现了之后 又经过两个世纪的演变 现在在20105年 朝圣证书也改变了形式 因为在基督教里头 还有一个比较 没有跟上的一个说法 认为早期的朝圣证书 是一个赎罪状 你们听过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任何在里头 它没有告诉你 这个朝圣证书是赎罪状 它只是认为说 你因为走到这样子 是因圣雅各之名 可以赦免你路上的所有的罪 但是也要呈现你更多的 心灵的成长 所以它跟中世纪的赎罪状 是完全不同的解释 当然天主教会的赎罪状 有它历史的悲鸣 也确实有它比较不光彩的一面 这也是事实 我们也承认 但是天主教会已经在这个历史之中 苏醒过来了 有的改变 有的进步 所以在这个朝圣路上 你还千千万万不要随波之流 引用那个理论来看我们现在的 朝圣者的朝圣证书 所以这个朝圣证书有一个条件 走两百公里 骑脚踏车的人 骑离子的人 要走两百公里 最少从后面倒数两百公里 如果你是走路的 第二 请注意 一百公里是最少的门槛的条件 你要换朝圣证书 但是这一百公里 不是你随便走一百公里 而是要从最后Sandyango 倒数一百公里 所以现在很多人 会从Salea出化 为什么 因为从Salea出化是一百一十二公里 符合这个症状 另外一个是从如果 新的后面倒数一百零三公里 一百零三 但是目前网络上很多人讲说 从如果只有九十八公里 很多人看了说 我不敢我走九十八公里 到时候为了朝圣证书差两公里 怎么办 但是今天有一个是从如果走去 确实朝圣证书登记是一百零三公里 不用怕 如果很漂亮 那一段路是从北方之路一直引到原始之路 所以不一定要挤占Salea 你另外从葡萄牙之路上去了 可以走到Dui 也就是葡萄牙跟西班牙的边界 有一个Dui Tui 那地方开始走上去 一百一十公里 也符合最后的朝圣路的要求 所以现在在朝圣路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 但是Anyway 你到最后是要见哪一个人 要见圣雅各 你认识他吗 很多人不认识 我第一次朝圣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我不晓得我朝圣识 最后要面见这一个人 面识 2009年我回来的时候 是因为我开始 领洗接受天主教的教理 才知道说 哦 原来有一个圣雅各 但有一个圣雅各 我还是很迷糊 因为为什么 圣经中 圣经中讲到圣雅各的地方 有五个 最有名的 有两个都是圣雅各 各位如果你看到 达文心那个最后晚餐 对不对 十二门主排在一排站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空回去仔细看 从右边开始数第五个 那个叫做圣雅各 左边数过来第二个 那个也叫圣雅各 所以在教会的传统历史上 就变成有 这两个都是圣雅各 一定就变成一个大雅各 跟小雅各 公元四十四年被砍头的 请问各位你知道 十二个门徒里头 第一个被砍头的 是大雅各还是小雅各 赞成大雅各的几手 赞成小雅各的几手 还好 没有砍错人 那个小雅各 是我们圣经里头的 最后第二几个章节的 雅各书的作者 他算是耶稣的亲戚 但是我们的圣雅各 是他第二批招教的门徒 不一样 但是这个圣雅各 如果你历史上去了解 历史上的圣雅各 跟圣经中的圣雅各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一张呢 我们就从十七世纪的 林布兰特 画的这一张 叫做使徒圣雅各 他这一张画讲的就是大雅各 这一张画2500万美金 苏比拍卖的时候2500万美金 算一看多少钱 1亿多了 到时候那时候 美金算了1块1亿多了 他讲的就是 画的就是 在我们历史上 比较透过艺术的形象 呈现出来就是这个大雅各 那我们今天看了这一个 就是圣经中的圣雅各 这一个是在你抵达了 Santiago大教堂 你的朝圣证书 上面这个后面就是这个人 朝圣证书 朝圣护照 今天有没有人带朝圣护照 你拿过来看一下 朝圣护照就用这个圣雅各 那个就是圣经中的圣雅各 你在走进Santiago大教堂的时候 看过惹味的那部电影 请记住 惹味 好 不少 请你们仔细回想一下 惹味那部电影 最后他们四个朝圣者 不是要进入圣雅各大殿吗 四个人他们很犹豫 要用什么形式进圣雅各大殿 各位仔细看 那是一段最美的 朝圣者的一个传统的礼仪 所以他们进去 从两边的蒙道进去之后 他会看到这个东西 有没有印象 第一个跟你相见面就是荣耀之门 你一进Santiago 一定要先进过这道门 这一道门 这一个人呢 也就是朝圣证书里头这一个人 就是后面这一个 这一个站在真中间 欢迎抵达圣雅各的朝圣者 你看他手上有一个名文 这个名文就是拉丁文写的 他写了一段文字 还成中文就说主派前往 所以他站在这边迎接每一个朝圣者 那在这边左边这边是四部福音的作者 就看好像在书上里面如果看到的话 我有特别列在 应该是在 新书是在213页 你们可以看如果还有这一本的 是在213页 这里头就把我把这里头 可能你进店的时候 一定要认识他 不要再看不懂 看不懂太可惜了 但是你要看懂他 是在七年的七月份 出发的人才可以看到 因为为什么 这个店整整关闭了快三年 在七年为了圣年的整修 第一阶段他先修这个 重新给他上期 重新做一个修复 成为这个是一个文化遗产 很重要的修复的工程 经过快两年多才重新开幕 所以在七年的七月份 主宝日期的时候重新开幕了 所以今年的朝圣者很有福气 可以看到最新展示的荣耀之门 那这一边就是 就位里头的四大先知 最重要的你们可以看到 整个中世纪的朝雕刻的印象 二十四个天使 在这一条树上 有的耶稣之树 所呈现的圣雅各很明显的位置上 欢迎每一个朝圣者 所以早期的人 会在这一条 这一个柱子 只要你要进殿 他一定会在那个柱子 磨一下 磨一下还不够可能磨两三下 所以千年来这个柱子 已经变成一个很光亮 也就是每一个朝圣者 他的心血 他的痛苦 他的眼泪 透过这一只手 而与这个艺术互相结合 所以你透过这样的形式再认识 看他 仰头看到了圣雅各 看到了圣山的天主 看到了所有列队 欢迎你的二十四个天子 所以这一个是世界上 可以讲解是目前 宗师祭首余留下来 最漂亮的蒙郎 就在圣地雅各大教堂 所以你一进门的时候 不要忘了 千千万万不要错过 因为他关闭了太久了 所以近年要走的人 夫妻是有无的朝圣者 所以他是作为一个高度象征性的系数 他的功能就是将现在 以个人的朝圣行为 一一结合起来 同时把它银刻在这个素质和永恒之中 这里头他对面 这个对面 就是一个Matteo 就是当初的起造的建筑室 那我不晓得 今年他修复的时候 有没有把它修复好 我目前还没有资讯看 因为他的Matteo 每一个人进殿的时候 一进来 从左边进来的时候 他是会看上Matteo的那个雕像 所以传统的朝圣呢 都会用头去点他的头 抠一下 就是他透过这个形式 求起他一点智慧 所以这样经过千年的 这个抠来抠去 他鼻子已经被抠掉一块了 很明显 所以我不晓得 在关闭了两年半之后 这个雕像是不是鼻子有补上去了 我不知道 我希望你们今年要去了 稍微仔细看一下 那个洪琴你就看一下 那个Matteo 那个鼻子有没有被修复好 还是继续保留 让大家知道这个鼻子 是被朝圣人撞歪的 好 朝圣日的终点 这一个注意看 2018 11月12最新的信息 因为1993年宣布为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之后 到2018 刚好满几年 150年 多少年啊 50嘛 40 25啊 25周年 所以他特别立上了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 各位 注意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是晚上拍的 所以一看一个人都没有 我2010年朝圣的时候 因为是圣年 所有的旅馆 大大小小旅馆都刻满 所以最后我是选择坐在 这个位置 因为他前面是一个市政厅 我就坐在那边晚上睡觉 但事实上睡在地板 那个人就这样哭着 就睡觉了 大概我记得那天晚上 大概有20几个 找不到披护所的 就在当往脑上睡觉 但是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我再三个半夜醒过来 醒过来 醒过来是一群大概200多位 骑脚踏车的 200多位骑脚踏车 就在呱 呼噜呼噜 结果找不到人照相 结果我就被他们叫起来 帮他们照相 事实上在那一天晚上 我看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印象 我不晓得是不是很真正 我不敢讲 但是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 到了圣地亚个大教堂广场 如果是住在这附近的 三更半夜起来看 我竟然发现这个大教堂是一个花光体 不需要灯 它变成是一个花光体 我看到的时候 我前程起鸡皮疙瘩 它像是一个很自然产生亮光 直射到天堂 天上去 所以我看到这个印象 我后来我从不同的照片去看 我认为我的视觉是正确的 所以它是不是隐含另外一个 给朝圣者的另外一个sign跟你接触 只有在晚上的人你才可能看到 所以我把这一个趣味的汉手 留给你们将来要去看探房 但是我引用的这一段话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八节里头 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 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 那看得见的原来是暂时的 那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 所以任何一个要认为做一个朝圣教堂 朝圣教堂跟一般教堂不一样 作为一个朝圣教堂 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祈祷的声音 印藏在他里面 他不是看他的建筑 也不是看他的雕像 甚至也不是看里面的圣像 而是他里面如同格林多天师所讲的 那是你里面看不见的昏违 所以那昏违是什么 你必须要有信仰者 对基督信仰有基本的概念 你才能够跟他相遇 如果你这个无神论的 老实讲这个昏违对你来讲没有意义 对不对 就如想说我们带释迦 对牧师里来讲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对拜佛教的来讲有没有意义 释迦没有意义 所以在这一条路上 我们不断相应的是什么 教堂 如果去解读教堂 如果给教堂一个定义 各位从我们今天 今天的那个朝圣的援朝会 可以作为 或多或少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我要必须要了解 在前年的朝圣路经过了 这样几百年的改变之后 1987年 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冒出来的时候 你看可以看到 这个标志 已经在朝圣路上可以看得到 现在在世界各国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标志是代表 今日招牌的理由商标 跟接地气的说法变成这样 所以它这个东西呢 它象征文化遗产跟自然遗产之间的 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间 中央这个四方形呢 是代表人类创造的形状 而这个言行呢 代表了大自然 已跟人的相互关系 这个标志是成言行 象征的全世界 也象征的更要进行的保护 所以在朝圣路上 1972年11月 联合教科文组织的大会 通过了世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 我们把它称为世界遗产的公约 它向所有的国家 发出的呼吁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 文明历史的精华 非常罕见 不可能再生 也不可能互科 所以这个标志呢 可以看到 跟现代的朝圣人有这样一个关系 但1987年 世界遗产只有两种 一个是自然遗产 但这文化遗产1993年之后 变成了更深的世界文化遗产道路 这个就是从世界文化 自然遗产跟文化遗产 再衍生一个复制品 复制的文化遗产 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道路 所以它跟一般的遗产不一样 我们看到一般的遗产是一栋教堂 一个国家公园 或者是一座纪念碑 我们都很清楚看到一个标的物 但是世界遗产道路 这一条800公路 从起头到end 这一条路上都受到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所以世界上只有三条 我刚刚也讲过了 这一条 最早是这一条 后来日本的四国 这两条是结尾解运路 2014年通过了公益之后呢 第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产生了遗产道路 也就是中国的思路 所以世界上这是三条 受这样的一个遗产道路的 虔诚的保护 这是早期的 这样的一个中世纪 所传承下来的 这里头可以列到13章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这13章跟我们苦路的 到最后end的13 是不是有某些密合的神写的关系 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去 去了解以及在探索 当初中世纪所遗留下来 这一份 嘎里希都的那个所操本 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由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一直都还没有完全去 很彻底的去探讨到 所以我也希望说 把这个部分 延伸到我第二本书 再去很细腻的去探讨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路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西班牙三大哥德士教堂 三大哥德士教堂 在西班牙 第一个就是写米亚 在南部的写米亚 两个最大的哥德士教堂 一个就在布谷 另外一个在雷尔 也就是在卡密诺路上 你所虔诚的人 就可以看到全西班牙 最漂亮的三大哥德士教堂 那看哥德士教堂 我们一般都看他的蒙郎 这个蒙郎 这一个部分 是最通俗的 也就是在圣经所讲的 四个动物形象 来自于二者课里头 所讲的四个神像 呈现出来 以及在末世路所讲的 四部福音 所以就会看到这个像是一个人 对不对 像一个天使 这就是马赵福音 我们讲马赵福音 就用这个图像来表示 那这一只老鹰呢 若望福音 那这一只呢 这只什么 狮子 你知道威尼斯有一个圣马可广场 对不对 威尼斯有一个圣马可广场 那一个圣马可广场就讲的就是 这一个 也就是马骨 我们讲的马骨 基督教是翻成圣马可 天主教是翻成圣马可 对圣马骨 就是用这一只 这一只老鹰它会展翅膀 那结果这一只呢 也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的那只牛 所以各位你如果把它设 这一个常在朝圣路上 你几乎每一个教堂 大的教堂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雕像 这样的雕像的意义 你就会又要回溯到 跟你圣经有关系了 所以除了之前 你不妨稍微把这个四部福音 大致上以文学角度去看一下 哦 原来我在朝圣路上可以看到 为什么前百年来他们都在讲 同样的一个故事 只是这样的雕像 在不同的教堂 它可能呈现 你看 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教堂呈现 而变成它是在这个地方 马都在这边 老鹰在这边 这只牛在这边 这只士在这边 也有交换位置 但是怎么交换位置 天子圣山比的位置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数目字 这是一个神秘的数目字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佛罗米斯塔 这个在书上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在朝圣路上最美最美的 罗马式教堂 所以有书的你们可以看 这个我就不再宠物了 只提醒大家说 这个最美的罗马式教堂 竟然在卡米诺路上 火罗米斯塔 这个就是第二座的文化遗产层次 也就是第三个西班牙最美的 歌德士教长也在雷翁 最后这一个 它是综合了全部 罗马式 歌德士 文艺互兴式 到最后的巴勒口的形式 都在这个座教长 综合起来 眼花缭乱 但是是免不胜松 所以从头走到尾的人 到最后到这边都可以找到答案 很奇妙 所以你真的是百看不厌 白天看 晚上看 都完全不一样的美丽 好 我把 最后这个数目给他 2018年大概有 31万的人去走完朝圣路 你们所关心的 就是化国之路走的人是最多 大概有56点趴 第二个就是葡萄牙之路 七年是因为葡萄牙之路 有那个法蒂玛100周年的纪念 所以七年的葡萄牙之路 比较热衷 也到了27.72 另外一个就是北方之路 排第三位 5.8 然后prevedio 就是所谓的岩石之路 4.59 也就是后面倒数100公里的人 你也可以从如果开始算 另外一个 英国之路 这一条路是在这一两年才串起来 距离不长 也是100多公里 但是如果你从葡萄牙出发的话 大概只有90几公里 所以这英国之路 是在这一两年 这一两年才出来了 另外就是葡萄牙之路的 这个海岸道路4.2%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陌生的 银之路 你看它排名最后 对不对 这一条对台湾人来讲也是很陌生 今天我们要演讲的人 可能有一个已经走过银之路了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穆西亚到弗尼斯特勒 就是海角之路 事实上这海角之路统计的不止 因为有很多人用坐车 从贤迪安的坐车去 那你真正要走的 90 30 90 加起来是刚好210公里 三角路径 好 你看 这个潮生的动机 用走路的人 你看有30万6000.60 占93.18 走路的 BBR BBC的 就是骑脚纳车的 你看 6.3 阿卡巴伯路 全取离子的 取离子的 7年开始做了这个BBR 做环船的 做船的都属于这个 到最后 你看又多了一个 SILATE BBR 用伦理朝圣 这个是最可敬的朝圣者 但是他已经在统计 还是不断 很多人协助这样子 行动不方便的 完成革命中的梦想 所以我把 这个下面是一个 最后的统计说 你走朝圣路 跟你的 宗教背景 到底为什么要走 有很多是因为 来自于他的一个 宗教的文化 占的最多了 然后有的人 是纯粹宗教 有的人是 其他宗教 都可以在最后的结束 他们圣地亚哥的 朝圣几周 会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呈现 那我把这一条路上 可能大家小小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用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想紧接着 在最后我们的情组里头 会再有更多的信息 跟资料 你们可以去阅读 好吧 我就先祝福各位 祝你们心想闷诚 OK 谢谢 有请回应人 府人大学李慧玲教授 很开心 今天应该是我 第三次参加 CAMINO的研讨会 那其实我第一次 接触到CAMINO 这条路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在我们府人大学 办了一个朝圣之路 我去过Fadima 跟Rud 还有一些Kawadonga 那在我们结束之后 一个会谈 认识了陈肯大哥 那我们才看到他那本书 一个人的CAMINO 那心里就燃现了一个感动 那刚刚有一句话 就是看得见是暂时的 看不见才是永远的 那其实在2017年 我自己也走了一个 100公里的CAMINO 那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有四个美 建筑美 信仰美 人性美 以及文化之美 那刚刚在陈肯大哥里面 介绍了 不管你是哥德士的教堂 或是罗马师的教堂 那这一条CAMINO上 这条路是你自己人 是那条大道路 它也是一个康庄之路 那我们秉持着一个真善美胜 是一个纯正的心 一个善念 往前走 那看不到的 才是永远的 因为你不知道 镜头永远在哪里的部分 其实今天很特别的是 与信仰相遇 从事圣雅各之路 其实也是第三次来从事 认识这样子的圣雅各之路 那听到不同 待会可能也会听到不同 发表人 他来参加 走这条CAMINO的一个心情 那这条路是走在痛苦与爱的道路上吗 其实 看你个人怎么去认为 我觉得这条路 现在刚刚如诚恳大哥讲的 很多下有很多GPS APP 可以指引你去走 可是当我走的时候 我也有手机 可是我没有SIM卡 我也没有网路 我什么都没有 那真的就是很像是 古老的一个道路一样 就是一个简单的行囊 然后因为我们走的是三月 完全三月底 没什么人 前面没有人 后面没有人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痛苦的路 还是爱的路 你可能在承受一些 肉体上的一个痛苦的时候 你怎么继续往前走 那就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 往前走 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善念的部分 对 那 我想 时间的关系 应该我就简短的这样子的回应 刚刚诚恳大哥 他跟我们讲的这些的故事 那我也呼应大家 其实 你没有什么准备也可以走 因为我就是计划改不上变化的 一个完成的一百公里的一个朝圣之路 那待来未来我们B组的 我跟唐浩先生可以跟B组的伙伴们 可以在交流这部分 那我是一个完全 已经认为准备好的 可是去到那里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人 谢谢 如果您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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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